在《法人神聖情》 《茶經法》和《廣教法》 其實就是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的心態永遠有聖情 第一就是聖情 第二就是心態祝福人 祂有這個恩典 祂想禮物賜給我們 然後祂有這個計劃 有這個行動 第一就是祂這個聖情 祂是祝福人的神 祂是謠說人的神 接納人的神 智慧的神 這些都是祂的聖情 有個心態就是 祂是這樣 有一個好人代表祂有個心態要對別人好 有些人是好人 但祂碰到人會對別人好 但祂未必有計劃性 因為會對別人好 但是神就是祂的心態很想祝福每一個人 祂有這個禮物 祂有這個禮物 祂要賜給別人 是我們不配的 然後就是有這個計劃 如何給我們 然後就是有這個行動 祂將這個恩典給我們 例如一個主題說到神 天父和耶穌的謙卑 因為我們想到神 神是至高 神要我們尊崇祂 祂要我們在祂面前謙卑 祂會想到神 天父和耶穌做 神的性是很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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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神的眼中 以律法來說 他是一無是處的 但是神依然會有這種謙卑的心 我願意來服侍這個人 我願意很謙卑服侍這個人 釋放出來 那些人就會反抗 強姦反釋放出來 應該是他身為強姦人 沒有人會想到 強姦反出來 好了 我想一想怎樣愛他 沒有人會這樣想的 沒有人會想到我怎樣服侍他 但是神真的很想祝福每一個人 這就是神的心 裡面的心 他看到人如何差也好 他都願意牽卑地服侍人 當我們想到耶穌的鼻釘 我們這樣想 聖父聖之聖靈創造天地萬物 又會創造人 我找一個小物體 代表人 這個人是小物體 但是神將地位升高到神的兒女身份很高 但是是小物體來的 這些小物體又在反抗神 敵擋神 結果神唯一的方法 按律法就要罰 全部都要永刑 但是神的心很連穩 所以神想到的方法 就不是用一種好像軍事的方式 好 我怎樣征服你們 用一群人去悔改 他用一個很謙卑的方式 就是在神眼中的小物體 其實我們就是小物體 但是神沒有把我們看得很小 是把我們高舉到一個很尊位的身份 但是的確在客觀來說 神創造的這些人 又會死在神的眼中 一個人活到一百歲左右 看他來講一秒鐘 十一針已經過了 神看千年而一日 這個人這麼小 但是他又在頂嘴 快看神 神眼中來講 這個人很像 你的動作真是矮 禁死他 但是耶穌是很謙卑 這群法律創人 他立即叫神 天父降火 立即燒死他們 立即他一開口 立即他的口就爛了 耶穌可以這樣彰顯他的權 但是耶穌並沒有這樣做 他很謙卑 甚至最羞辱的刑罰 而在聖經 一早神已經預備這件事 在《生命記》 有一章23詞 他都說 他的屍首要判死刑 不可以留在木頭上過的 必要當日將他埋葬 免得顛污了那 耶穌說 你神所切你為了的 因為被掛的人 是在神面前受受的 即是在木頭上被掛的 神特別說這件事 這是神那種預備的感動摩西 被掛在木頭上是被咒座的 但是神就假選耶穌被釘 就是受咒座的方式 《加勒太書》說到 他因我們成了咒座 原物是成了咒座 但中文翻譯說 受了咒座 原物是成了咒座 《加勒太書》也說到 他成了罪 叫我成為神的義 其實耶穌在神之教上 最大的痛苦不是釘 不是流血 不是死 而是成為咒座 被天父咒座 因為天父的咒座很重 很強烈 成為罪 在神人眼中極為羞辱 這些這麼卑微的人 神居然會謙卑地 是神簡選這麼謙卑的方法 被釘十節教上 還有聖經詩篇有一篇 是原道他分案外 以為我類於尖溝 是將他的衣服分了 即是他是赤裸裸裸的 即是在這些這麼卑微的人的面前 居然創造天地賣為的真實 要被人羞辱到脫衣服 看著被人羞笑 但他並沒有去答嘴 反而他說 父下世面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顯得 因為他很知道他們 根本在罪中也不知道 耶穌知道他們多麼無用 多麼污衛 但他一樣這麼謙卑地為祈禱 為他寫在十節教上 就是耶穌那種謙卑為我們死 受寧伐 亦都謙卑服侍 服侍悟陀和我們洗腳 即是你講到洗腳 你一講到洗腳 我又想到一些事情 總是會想到豐富一點 我不知道你有否試過和洗腳 洗腳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 他用一種是和他摘腳趾 那些你吐的那些就這樣洗腳 小心你就洗腳趾 摘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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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到底有沒有摘腳趾 因為不停洗了就摘一下 我覺得耶穌會做得盡 耶穌會做得盡 耶穌就是這樣謙卑 其實耶穌很多人都是這樣謙卑 但是聖經就說 你在我池頭環繞我按住在我身上 即是說到神在我池頭環繞我按住在我身上 我將耶穌擺在我面前 恩丹在我右邊我明不知業用 因此我心歡領那些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耶穌在我面前 祂就叫我心歡領那些靈快樂 我心歡領那些靈快樂 欲身安易居住 但這些人是甚麼人呢 是很卑微 還有周時都不聽話 每個人都不聽話 沒有例外 並且總是內宗又有不聽話的東西出現 即是不會聽話到底 他很聽話 內宗又有一下子不聽話 因為神依然不計較 而不斷去服侍 聖靈又更加為耶穌 為我們在天上不斷祈禱 他又不會只為大人物祈禱 他為每一個小人物 最重要是為那些不聽話的 這是神最大的謙卑 就是那些不聽話的 他一樣為祈禱 很剛硬的拒絕神的 在蘇羅未信主之前 耶穌已經為祈禱了 這也是一個謙卑的行動 因為耶穌絕對是可以 不用為我們祈禱天父來搞定 這也是謙卑的行動 他真的會為每一個 祈禱關心每一個 這就是 耶穌很大的謙卑就是 我看到天父做甚麼 我就做甚麼 我聽到天父說甚麼 我就說甚麼 他說的時候 他不會說 我有智慧去教導你們 他不會這樣說 天父做甚麼 我便做甚麼 這是很大的 在服事上的謙卑 他可以來到很高姿態 但耶穌並不是 聖靈也都用雪不初來嘆息 提我們祷告 即是一段感受到人的罪 我們看到聖父聖的聖靈也都很謙卑 而且每個人都聽話 我們一個基督徒服侍 多幾個人 我們已經覺得好好的 這個基督徒 神是逐個逐個無一 沒有一個是例外 逐個逐個服侍的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自己被神服侍過幾次 我們越想的時候 越想就越覺得 他那種心 那種大法 偉大到幾大 即是他的心態 他那種聖情 他那種心態 他要謙卑 他又會真是謙卑服侍人 他有這個恩典 去祝福這些 這麼卑微和犯罪的人 然後他就會有計劃 我如何去服侍他們 然後他就行動 逐個逐個服侍 即是 你有了這麼多之後 跟著服侍的是神自己來 神自己來 逐個逐個服侍 這就是神那種的奇妙 當我們越明白 神啊我是誰 人算什麼 你已經顧你淡 世人算什麼 你已經顧你淡 神啊我們是誰 我們怎麼會得到你這麼大的恩典 神這樣謙卑服侍我們 我們能不能感受一下 不要這麼快就能感受到 神你的謙卑真是 真的沒得頂的 你那種謙卑這樣服侍 真的沒得頂的 感受神的謙卑 感受每一次祈禱時 聖靈能感動我們 安慰我們 吸引我們 不要犯罪 每一次感受神做的工作 就會更加感激神 感受到他那種聖情 那種心態 那種行動 就會很感激 神啊我真的要 五體投避 真的完全不可以 完全不可以 沒有得比較 沒有得形容 從世界上的人 沒有得比較 因為世人 你稍微頂他咀 一次兩次 他已經可以 以後都不理你 一頂一頂一頂他 就算你多謙卑 都不可以 即是你很謙惑 稍微一次得罪他已經可以 但神是被人頂了很多次 所以當我們看到神 這麼美好 他又將這種 謙卑聖情 放在我們裏面 然後被耶穌改變 開始謙卑服侍人 會有這種聖 不介意去服侍 去宣教 去祝福 去跟進人 去幫助 這個就是 其實不是那個人好 是神 將這種聖情 注入他裏面 我用一個形容詞 注入他裏面 讓他有了這種聖 有神的同性 有了這種聖 這個聖其實就是神來的 根本就是人 沒有可怕的 然後我們立志行善 就是神在我們身邊運行 他就會感動你 你去服侍他 其實人不會服侍 就是因為神在他裏面 感動他 推動他 接著他去做 所以我們誇要就是 神在我們身上工作 我們都感謝神 我們又沒有機會服侍 但過程都是為神做事 所以由頭到尾 都是他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我們就想 真的好 當我們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刻意地 但這個刻意都是神給我們 好 我刻意地求福 順福 神叫我做 我就順福去做 神叫我凡信心 我就凡信心 神叫我做一些卑微的 我就去卑微去做 神叫我不要不強 去對那些對你不好的人 去對他好一點 不要不服氣 去恩待他 神就會感動你 發生的事 但我望人就會解歪 即是眼瞎曉著 某天都會扭曲 某天有時候 有時候扭曲 那些是幾個月 有些有幾十年也扭曲 一直都不肯 有一些聽話 他真的會有一天 會開始聽話 開始醒悟 開始人人都信服 我身命就改變 就更新了 這個就是 在裡面有一種更新 真是神 賜給他 所以當我一想 每一樣盛情 當我這樣去想的時候 我就越想越覺得神美好 越喜歡神 越喜歡神 我就越喜歡好像神 有他的生命 有他的質素 能夠修補出來 又更加有分辨 分辨到什麼呢 這個人真的很有謙卑的心 但是也看見有些人真的很不謙卑 就算有些服侍得很強勁的人 應該是謙卑的榜樣 但是往往的人就會 他一升到高位 就想一服侍 他一開始就不謙卑了 這個很有趣 在世界就是這樣 那些人在搶子的時候就很謙卑 做了皇帝就不謙卑了 但是在天國也往往有事人 一做了 帶領了很多人說耶穌 建立了很大的群體 開始就覺得自己都了不起了 開始不肯服侍個別的人 會感受 人的感受就會很容易說 搞定了 他搞定了 這些事不要找我 其實這是一個心態 有時不是一個時間問題 譬如有心態就是 我都知道你很辛苦 我很關心你 我很想你得到幫助 我們找一個弟兄真的會幫你的 這就是牽卑的態度 但是另一個態度就是 這樣的事你不用找我 你知道我忙的了 這個心態合而轉 我只是一種提醒 我不是說 我不是去批評 我只是說 我們千萬不要做好那種 自己少了很多人就開始覺得 嘩 我都頂呱呱走上去 其實我們的謙虛服侍都是神給我的 我們就會真的揭力 活出這種謙卑 謙卑的時候也不要說 我是世上最謙卑的人 那時候說 第一個教導和牧師是很好 他真的很好 他有時候用一些幽默的方法 他就好像代表人說 我是全世界最謙卑的人 他也有說笑的方式 他很多時候用這些說笑方式 就是有很多人會說 我是全世界最謙卑的人 因為這樣說的時候已經不是謙卑 所以我們謙卑往上總會加上一些驕傲 我真的謙卑過很多人去想 我真的服侍人多過很多人去想 但當我們一這樣想 又是即是謙卑 所以其實我們的生命的改變 都是神的恩典 我們能夠謙卑服侍 都是神給我們機會 神有紀念 神有加我力量 不斷服侍我 就算我服侍人的時候 神有謙卑地服侍我 當我們要想 神真是好 我們就會有這種 神我真的願意謙卑 人知都無所謂 沒有人知不重要 不用一定要人知 沒有人知 沒有人知的 沒有人知的 不用拜託 神更加喜悅 所以這個謙卑必定感受到神的謙卑 看到他那種謙卑的心態 他那種謙卑的恩典 他將謙卑給人 他有計劃 謙卑服侍人 他真的落手落腳去做這個行動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神真是好多 因為我有空 我會想這些 謙卑的勇敢 他的能力 他的智慧 他的美好的計劃 他的美好的界明 他的策略 改變人的策略 他會感染人的能力 每一樣的質素 我都會去想 我有空便會去想 其實就是神感 我去想 他會將這些東西放在我裏 我又想到一些東西 這東西有神的美好 當我越想美好 所以我一出 我便很容易說出神的美好 就會自然很喜歡說神的美好 因為越感受他的美好 越來越更加美好 更新改變 這就是發言神的心情 《查經法》和《國安法》的重點就是 發言神的美好 然後說出來就是基本上的美好 著感人 拼折選 嘿 首cji 工作人幾尾 靦爬 作詞 指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